5月11日凌晨一点工作完毕的周杨青更新了自己的小号 周杨青晒出一张截图 原来是他妈妈放错了信息 原本是要跟周杨青助理说的话 却错误发给了自己的女儿周杨青笑言 妈妈要跟别人讲她坏话被她发现了 周妈妈的教育方式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周杨青多次上热搜 从网红变成了那么多人关注的明星 周妈妈着急害怕女儿被娱乐圈迷惑 所以才会提醒女儿身边人帮她把控好 大家除了佩服周妈妈的睿智 也注意到周杨青在对话时依旧使用反品 他不是说跟罗志祥分手续后 终于不用打反品字迁就对方了吗 小心再次原来复合传言